习近平4日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分别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市指出 中土同为发展中大国 全球南方成员 双方要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 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土耳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鼓励双方拓展贸易 支持中国企业加大对土耳其投资 中土在巴以冲突 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 有不少相同或相近看法 应该密切沟通 埃尔多安表示 土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坚定不移 致力于推进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 中国是土耳其在世界和亚洲的 最重要经贸合作伙伴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富土投资 习近平在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时 祝贺白俄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 习近平指出 今年以来 两国各层级密切交往 双方达成的共识得到有效落实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白两国关系一定会持续健康 大踏步向前发展 卢卡申科表示 感谢中方支持白俄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祝贺中国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在白俄的表演受到热烈欢迎 这也是白中有意的又一次展现 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 习近平指出 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 推进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 作用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古特雷斯表示 感谢中方支持联合国的事业 践行多边主义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发挥着关键和建设性作用 人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中国 联合国期待同中方 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